就是解決消費者的不方便 叫他在過屋當中或回去料理以後 他不知道怎麼來料理這些東西 或是對他來源是不安心的 所以我們努力 在我們做出的一個差異點就是 我們所有商品 一些主要商品上面 是可以標示它的來源 讓消費者知道 這個水果蔬菜是從哪裡來的 同時提供它的食譜 在執行當中遇到很多的困難 我們沒有放棄 然後用解決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面 讓他能夠更有感的 更有力的方向去做 鮮奶最新鮮的雞蛋 像我用四天的 因為它可以保存一個月 我用四天的雞蛋來做成 我們很好吃的茶藍蛋大麥 雞蛋自然就會自然回轉 那鮮奶就是我剛剛講的 可以啤酒找麵攤 鮮奶我們把它做成肉里牛奶 做成雪花糕 都是用四天還是很新鮮的商品來做這樣 我們也解決的把整個鮮度的口號打起來 消費者接受就更高 鳳康在這邊比較特別的 就有像我們這次的一個智慧發展 結合線上線下 就把現在最夯的團購 導到超市裡面來 然後用線上的傳播的知識 讓它可以去體驗 可以知道這個商品怎麼樣烹飪怎麼樣好 很充分的來介紹供應商所提供的這商品的好處 然後在現場裡面透過試吃 透過料理的一種示範 讓消費者能夠不只在線上 在實體店面也可以看得到 找出顧客他會買什麼相關的商品 然後把這些新品 這些有特色的商品導購進來 這是我們要再進一步發展的一些 一些智慧商業的自動化的一些措施